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宇雄熊哥 今天要为各位来介绍跳杆 跳杆的原理就是 利用母球撞击桌面的反作用力 而产生弹跳的效果 母球的打点 以球杆的视角来打击母球 横切面中间下方才能够成功 你千万不要说你视角不一样 你打的点是一样的话 那可能对这个母球来讲 它不是往底下挤压摊跳 而是往中间或者是上面 而产生了一个犯规 跳不出台面上 所以这点要注意 另外要绝就是要快、横、准 准的话就是出杆一定要直 好,马上为各位示范 让我们都知道跳杆在这一二十年来 可以说进步非常多 我们讲说制造的厂商做出的跳杆的品质 跟它的质量 跟它的等于是弹跳的效果 让选手来打这种所谓的跳球 其实方便非常多 那我这是比较一般早期的那种 所谓的冲跳杆 那所以用这种冲跳杆的话 可能在跳球的部分 可能在出杆的动作要更扎实 不然的话 可能有些球 你可能跳的不是那么方便 好,马上为各位示范 我给你示范短杆跳球 刚刚提到快很准 球杆的角度 球杆的视角 母球的横前面偏下方一点点 你球杆的视角 那再来你就要横 就是你要把母球想象成是一个 一个豆腐 你把它穿透过去 才能够让母球 变成反作用力之后 往输入角 我们是从这里输入 所以它 反过来的反作用力 输出角就等于是往这里 所以母球会弹跳起来 就好像我们碰颗星一样 我给它这里弹跳出去 只是我现在颗星 换成是地面 那因为地面它比较硬 所以你一定要用力快很准 好 所以我们跳杆的皮头也要硬 硬碰硬才能够马上产生弹跳的效果 快点准 所以利用快很准这个诀窍 再来打这种跳杆 不要害怕 你越怕越容易失误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熊哥的跳杆撞球教师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